彭孝大哥怎麼觀察中國這一次戒選的方法跟陸海空的手段 是 剛才提到說這個習近平那個照片 那個影片後面的背景就是長城 如果要講到中國歷史上 中國歷史上長城就是它的邊界 換言之就說長城以外都不是中國歷史上的國土 所以它在那邊當背景 那還好很多人歷史都沒有讀得很通 但是我就講那一段它當背景那一段是叫什麼明長城 所以它講什麼歷史的必然 以前三國演藝講什麼何久天下大事何久必分 分久必合好像你看過去中國歷史好像有這麼一個現象 那是為什麼那是因為說中國北有大漠西有大山 那麼東有大海 所以在相對閉鎖的環境之下能夠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外來因素很少 但是自從大航海時代以後台灣是首先被西方人所認知的 那麼FOMOSA是這個葡萄牙的水手說出來的 最早在台灣設基地的西班牙人 然後正式在台灣設立這個行政管理的荷蘭人 所以你要說歷史的話西班牙跟荷蘭更有資格說歷史上台灣是他們的 尤其是荷蘭 所以這個現在講這些什麼歷史必然沒有這回事 因為有了這樣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才能革命成功嘛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成功就象徵著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因為外來因素 這個所謂外來的影響外來勢力的影響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嘛 對不對 黃埔軍校不就是前蘇聯講助國民黨 這個聯共融俄嗎 融共嗎 對不對 然後裡面為什麼殉了很多共軍的那些將領 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樣來的嘛 換言之就是 全蘇聯或者說第三國際花了很多錢 派了很多他的骨幹到中國來 改變了中國歷史方向 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存在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講說 哎呀什麼 不能讓外來勢力干擾我們的內政 講什麼話 你不就是外來勢力生出來的這種子孫嗎 馬列子孫嗎 所以說這種說法都是一種 是是而非的 但是完全站不住腳 現在可沒有這樣 在不同的時代裡面 台灣從一個邊垂 中國看不上眼的島嶼 成為了跟世界主流文化接壤的先鋒 所以第一條的電話線 第一條的鐵路 第一條鐵路是什麼 在江浙一帶要做的 做好以後當地人民反對 後來拆掉了拿到台灣來 第一條這個電報線也是在台灣先 所以真正的所謂的中國現代化 台灣是先驅耶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 我覺得說我們第一個 真的要信賴台灣 互主權 但是更要全民抓鬼 反戒險 這一次的選舉 就告訴了我們 我們絕對更早的與世界接軌 因為我們跟世界接軌以後 台灣的命運大大改變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 為什麼說 這是一個我們與世界繼續走下去 還是走回陀路 回到中國的那樣的一個傳統的 保守的 然後封建的獨裁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去 這個今年 我本來準備說過年的時候 年假的時候 帶我們印度風的幾個資深幹部 到印度去 結果後來我上網查了一下 以前我們到 我到印度很多次了 到印度 華航直飛 到德里 現在 那台灣路 他生意太好了 為什麼生意太好 因為從溫哥華 飛台北 然後直接從台北接 這個 就到印度 很多印度人都喜歡做這個班機 所以他現在 他不做 不做那個旅遊的那個 反正說只有什麼 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怎麼樣 台北飛香港 香港再轉機到德里 或到孟海 我一看到香港 我的頭髮都直起來了 對不對 因為我 就我認識的一些 後來變輕鬆的 你飛香港可能被壓下了 對啊 國安法 後來 很輕鬆的 我以前認識的那些 這個 所謂的反共的學者 後來他們很輕鬆 他認為說 我到香港沒問題 結果在香港 被劉志 被 我問了 好長一段時間 嚇死了 所以說 我一看香港 我說拜託不要了 後來我找 找那個 有一個什麼 泰國航空公司 飛到曼谷 然後轉機 但是 承包車 旅行車不多 價錢特別貴 我也認了 對不對 因為安全最重要 什麼叫做人權 這就叫人權 當你 什麼 祖國統一 什麼光榮 你光榮個 當你被抓到 祖國的那個大牢裡面 或抓到那個 大邊荒 去勞改的時候 你有什麼光榮 你命都沒有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好 彭笑大哥 你怎麼觀察這種 自發性的氣爆 而且在網路上做影片 其實有過選舉 今天人都知道 這種危機感很重要 沒有危機感的話 大家就 那是最糟糕的 所以說 這個這樣的一個結果 為什麼 沒有綠營的說 哎呀你這個鬼扯啊 這個民調 事實上差距很大 或怎麼樣 為什麼 就是說 以我過去 對國民黨的了解 這一次國民黨是 很規矩了 沒有在選前最後關頭 做出所謂黃金交叉的 那樣的民調 所以說 這個各位記得 最有名的一次 就是公元2000年 這個連戰宋楚瑜 還有跟陳水扁這場戰爭 那到最後的時候 連戰陣營 我們現在的所謂的馬英九前總統 他為國民黨背書 最後民調連戰勝出 很多人啊 那時候 黃金星黨部主委啊 這些 這個熊德權將軍啊 特別跟我打 欸彭孝雯你看啊 不一樣啦 什麼什麼 唉 我真的不好意思要講 什麼民調最準 蔡奇亞民調最準啊 你去蔡奇亞 世世 你就知道說 這個好專人 有票沒票啦 所以今天的問題就在這裡嘛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絕對不能小看 中共戒險以後 所營造出來的一種 有人就講 萬一 賴清德當選 中共會打過來 你要怎麼講 就有這樣的人啊 所以說 為什麼我們一太強調 反戒險 要抓鬼啦 全名抓鬼啦 太多人在最後關頭 會做出一些 絕招出來 那就是鬼嘛 那就是中共戒險的 這種媒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